貓熊 寶寶 鷹仔 在兩個月就可以和大家見面囉 不過等不及的民眾呢 現在也可以透過網路直播 來看鷹仔的Live Show 動物園特別架設了11支攝影機 掌握鷹仔的一舉一動 每天的下午4點到5點鐘 現場直播 鷹仔像個好奇寶寶 不斷想爬出籃子 感受外面世界 只要天氣好 寶玉園就會帶鷹仔曬曬太陽 可愛的鷹仔還會對寶玉園撒嬌 樣子真的可愛極了 動物園每天PO上鷹仔的成長日記 不過這樣還不夠 現在直接推出網路鷹仔Live Show 讓民眾可以更清楚看到 活潑好動的鷹仔 媽媽喝水的水盆 或者是這些竹葉 她都會利用她的爪質 跟一些牙齒 慢慢去探索 去接觸 鷹仔躺在媽媽圓圓的懷抱 母女倆的互動 讓看直播的網友直呼蒙翻了 動物園架設遠端遙控攝影機 共11支 鏡頭可以轉270度 每天直播時間下午4點到5點 正是鷹仔活動力最旺盛的時候 大家會看不清楚我們的同仁 就會協助她調鏡 讓她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如果說她有移動一些 我們會協助移動這個鏡頭的位置 健康的鷹仔出身119天 體重近8公斤 再過兩個月就可以和大家見面 到時候也不用透過網路 可以親眼看到營養Live Show